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说法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帮强说 美国总统如果宣布紧急状态 就有权命令美国企业撤出中国 这样的说法立即遭到了美国媒体的批评 美国哥伦比亚快讯新闻网站24号称 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企业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招致美国企业界的猛烈抨击 他们警告说 停止与中国这么大的贸易伙伴做生意 将伤害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 美国广播公司称 1977年通过的美国国际应急经济权利法 授予总统宣布 全国或者部分地区部分商业行业 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利 以应对外国的特殊威胁 如果美国政府援引美国国际应急经济权利法 下令让美国公司离开中国 实际上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这是美国政府最极端的贸易武器 纽约时报称 此前 美国国际应急经济权利法 大多用于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例 由于该法案从未被用于纯粹的经济战 美国政府可能会遭到起诉 美国会参众两院 可以通过共同决议推翻政府政令 纽约时报还表示 除此之外 切断美国企业同中国的联系 是否可行也是一个问题 迫使美国企业与中国脱钩将带来混乱 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 随着美中经贸摩擦加剧 很多美国企业急于同其他东南亚国家 建立新的供应链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 没有任何地方能像中国那样 可以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难以撼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